錄這句集,請你還是彩排一下 大家覺得很好笑 如果覺得真的還要 你要知道你要錄什麼 你把步驟寫出來 錄完之後的話 還是建議你可以從編輯 找到這個地方 記得加上這個註解 當然你不加也沒有關係 也是可以照跑 可是你將來回頭看你這個句集 你會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在錄什麼東西 再來的話,另外順便講一下 這個VBA 其實這個環境 基本上從剛剛聚集編輯 也是就是這個東西 叫Visual Based 所以如果把它關掉 點這裡Visual Based 它一樣可以開起來 我建議另外順便講一下 這個環境的相關的一些設置 還有一些可能比較重要 一,我是建議將來 它會整個蓋住你的畫面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縮小 我的習慣是縮小 然後浮動在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將來我們要寫程式的時候 可以一邊看我要做什麼 然後去寫對應的程式 所以你可以移動向左向右移來移去這樣看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它預設的字比較小 所以我現在是把它放大到12號字 從哪邊設定 這個很重要 因為怕各位 將來如果看久 眼睛又不舒服 工具 選項 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預設是9號字有沒有 9號字 我是建議 9號字這個看起來真的太小了 像這麼小 有沒有 那我建議 因為這邊環境 每次好像都會還原 所以你可能每次來 你可能就設定一下吧 把它改成12號字 按確定 至少 OK 甚至14也沒關係啦 反正字稍微放大一下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 我剛好提過 這個相關的環境設置 如果你這個關掉的話 你可以從模組裡面就把它打開 Module有沒有 也就是說 將來你要寫程式的地方 基本上 都會寫在模組裡面 那模組當然不是只能有一個 你可以有兩個三個四個 當然也不要一下給弄那麼多模組 到時候你程式寫在哪個模組 你就搞不清楚 所以你剛剛不熟悉的話 你剛才寫在同一個算了 那什麼時候要多個 就是你寫的程式數量很多 你要分類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同的程式 放在不同的模組裡面 這是OK的 當然你全部混在一起沒關係 只是不好管理 那接下來的話 要開跟關很簡單 就是右上角這個關閉 打開的話就直接把它點兩下 OK 另外的話 順便講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學習慣 就會亂 就會試一下嘛 比如這個 這個可能就不小心把它關掉 然後看到叉叉就想要點一下 那這個屬性這個叉叉就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的話 然後他就覺得悲劇了 哇 糟糕 不見了 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把旁邊那個東西叫出來的話 應該在哪裡呢 檢視 那個東西叫什麼呢 關鍵的地方 就這個 所以以後你怕找不到你要的東西在哪裡的話 至少你要知道說那個叫專案總管 OK 檢視專案總管 你把它打開 出來了 那底下那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檢視裡面叫什麼 屬性視窗 它可能會蓋住 沒關係 把它往下拉就可以了 不過目前 這個屬性視窗 暫時好像也有點用不太到 沒關係 你關掉沒關係 那什麼時候會需要用到它呢 其實像什麼 如果你要更改 像有時候 所以說老師那這個是Module1 這個是Module2 再來就Module3 可是我以後名稱我要改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在屬性裡面這個Name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改 比如說我名稱叫ABC Enter 有沒有 這個模組叫ABC了 OK 類似像這些啦 其他的話 大體 應該差不多這些功能就夠了 你關的話你就把它關掉 開的話就從這邊開就可以了 不過比較會有問題的 之前有遇過同學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喜歡這樣玩 他不是把它關掉 我不知道他怎麼弄的 他是把按住給他放 拖拉 放開 他就浮在上面 有沒有 就這樣子 沒有拉出來 然後要開的話 他說老師怎麼辦 他說浮在上面了 要開怎麼開 我說沒關係 你就直接開 還是一樣可以開 只是說他浮在上面而已 那怎麼辦 那正在把它這樣子 好吧 你就通通浮在這裡 對不對 還是可以吧 只是看起來很痛苦而已 然後他就想說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它恢復 我在弄半天 真的真的很麻煩 後來我就發現了一個功能 就是如果你要讓它 回到這個 把它靠岸的話 靠過去的話 你會發現 你現在怎麼靠都靠不過去 後來我發現它有個技巧 就是你這個滑鼠箭頭 點住上面之後 移過來 只要能夠移到這條線 邊緣這條黑線上面 放開 他就回家了 OK 這個也是一樣 移到哪裡 移到這條線上面 放開 那怎麼往那邊去 這裡應該放在下面 反正就是 這屬性就有點怪怪了 好吧 我知道 應該放 還是放這裡嗎 反正 不弄了 反正就這樣 可以讓它 好 屬性就算關掉了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至少 跟這個環境 才會相處一下 然後以後如果遇到問題的話 才比較好解決 我們剛剛主要是路次 那待會的話 我會教各位 怎麼樣自己撰寫 所以寫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你要了解就是 這上面這些物件 所以剛剛同學有問到一個問題 基本上這個前面的敘述 一般我們稱它叫物件 後面的這個點 後面的就是它的方法 點下去 叫Slation 有沒有 那另外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自己寫的話 它如果綠色的話 有沒有 好像橡皮擦那個 就是方法有點像動作 動詞 那如果說 它一隻手拿著一個東西 就是屬性 也就是說呢 你要從裡面撈資料的話 從那個物件裡面撈資料 撈什麼資料呢 比如說相關它有 裡面的 裡面的什麼 裡面放的字 或者裡面的字型 裡面的顏色等等的 就是屬性 所以呢物件 物件導向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成員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方法 方法就是綠色的 一個叫屬性 就這兩個東西 也就是說 利用屬性跟方法 我們可以去 針對你對應到的那個物件 去做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一般簡單 就是所謂的物件導向的使用方法 OK 沒有很複雜吧 反正意思就是說 抽象的東西 我把它具象化而已 OK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們 先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